公立護照指數最近公布 截至今年六月最新的排名 新加坡以一百九十五個 免簽國居冠全球最多 緊接著是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跟西班牙 以一百九十四個免簽國 並列第二名 最新公布的榜單當中 跟年初就有不同 當時榜首出現重大變化 史無前例 由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新加坡 西班牙六國 並列冠軍 持有這些護照 可以前往一百九十四個目的地 但半年後的現在 新加坡以微小的差距 領先了其他五國 單獨登上冠軍寶座 這份調查是根據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數據 從二零零六年起 定期監測全球護照排名 臺灣則維持年初的第三十五名 可持護照以免簽 落地簽 或者是電子簽證等方式 前往一百四十三個目的地 跟年初的排名沒有差異